各位好,欢迎收看由江苏城市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天天视频会 大家好,我是聂奇 这两天咱们江浙一带进入了冬季模式了 最低的温度都低到了零度以下,还挺冷的 杭州的一位卖红薯的老人估计是长时间在户外也伤风感冒了 晚上的时候突然倒地,脸色苍白 这个时候有两位来杭州旅游的年轻女孩二话没说就上前扶起了老人 最让人感动的是,女孩子看见老大爷没有穿袜子 当时还把老人的脚握在了自己的手里头 用自己的手来给老人暖脚,一点都不嫌弃老人 大家被姑娘们感染了 旁边饭店的师傅送来了热水 看到老人惦记没有卖完的红薯 为了让老人早点回家,大家把他的红薯全部都给买了 最后两个姑娘又和其他的人一起凑了200块钱给老人 好心人的举动让老人热泪盈眶 而关于担心被骗的问题 姑娘的回答是,没有考虑过 就算真的被骗了,就当是一个教训 大冬天里听到这样的新闻 心里觉得暖洋洋的